是 館長隔天馬上時刻 吃到橡皮筋有沒有感覺 對嘛 你用耳弱字嗎 這種東西給我家去 館長還原剪接前的畫面 我是覺得台北市的物價 有點貴啦 我是覺得 我都脫下來了到哪裡去吃喔 各位都是橡皮筋大師 說我吃橡皮筋的 是不是要吃一下 飆汗點點啊 館長日前也親自嘗鮮超哥經營的日本料理店 不過卻被眼尖的網友發現 館長似乎在試吃過程中 也將橡皮筋一起吞下肚 對此 昨23日館長發布最新影片 提到很多人說他吃的津津有味 因此他決定直接拍片盲測生魚片配蘿蔔絲 以及生魚片配橡皮筋 吃第一口時 館長一下就分辨出是蘿蔔絲 直到第三口助理才換成橡皮筋 館長一吃就覺得不對勁 並把橡皮筋拉出來 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揭開四季之謎 昨天到今天呢 非常多的觀眾朋友 非常多的網紅朋友們說 館長吃的津津有味 那我個人認為你們真的是 斤斤計較好不好 拍我今天 臨時趕快來拍這個片 好不好 我們今天就盲測 那待會事實的真相 請看後面 今天給大家解密 我到底 三天之後 棒賽會不會棒橡皮筋 四季之謎 四季之謎 好不好 好不好 請大家非常注意看 那我們很簡單嘛 我們待會就盲測 桌上 我們有生魚片 盡量還原啦 我們不可能再跑去超派那邊 所以我們盡量還原 待會我們會有我們的 西西來幫我餵 那好吃就吞下去 吃不出來就噗出來 我相信我應該是沒有那麼弱智啦 雖然現在人老了 但是還沒有失智 好不好 請關懷老人 好不好 請關懷老人 好 那我們就開始 來我自己先戴帽子 等一下你幫我戴口罩 先把眼睛遮起來 好啦看不到啦 現在真的看不到啦 來吧 我自己夾上來嗎 謝謝 完了完了 好 師傅 張開嘴巴喔 再戴他一眼 好 這個手會抖啊 那會抖 好 先抽牌是不是 師傅這是什麼 這是蘿蔔絲啊 我又沒有弱智 怎麼把他嚼回我這麼弱智啊 師傅在張開嘴巴喔 西西 再夾一塊 再夾一塊 好 再夾一塊 好 師傅當開嘴巴喔 對嘛 你又有弱智嗎 站上去 郭文貴 再去 可以了吧 可以了吧 師傅還要來吃嗎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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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太明顯了啦 對啊 好不好 所以 我們就可以測得出來 這東西我怎麼可能吞得下去啦 你怎麼會認為 館長已經失智到 吃橡皮筋呢 還吃得津津有味 對好不好 來我們接下來我們會用昨天喔 因為昨天我們拍片的畫面我們都有留存 那剛好我們有兩季啦 那我們另外一季的畫面 那待會大家仔細看 我有慢動作 他在整個過程當中 會慢慢的 我叫他放慢 你們就看我是在吃橡皮筋 還是在吃一條蘿蔔絲淡醬油 好不好 真相來囉 所有人 說我吃橡皮筋的 你是不是要吃一下 飆漢鐵拳啦 啊 飆漢鐵拳來囉 揚弓 聚氣囉 好我們看影片 Go 我是覺得台北市的物價有點貴 我是覺得我現在走到哪裡去吃 其實生魚片都是飽飽的 我們北部這邊 可能南部的朋友或是靠近漁港的朋友 他這個真的是 實話實說 我是覺得台北市的物價點貴 我是覺得我現在走到哪裡去吃 我是覺得台北市的物價點貴 我是覺得我現在走到哪裡去吃 其實生魚片都是飽飽的 我們北部這邊 可能南部的朋友或是靠近漁港的朋友 他這個真的是 實話實說 東西是好吃 但是 我不知道賣多少錢 我來看見你 我來看見你 這裡就有多多多個人 我們去看見你 我們來看見你 你喜歡看見你